OK那我们来继续啊 下边的话呢还有什么呢 这几个软件啊 我们刚才装了一个叫PyCharm 还装了一个Python 还装了一个PyCharm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几个软件要让大家装一下的 里边呢有一个软件叫什么呢 叫Xmind啊 Xmind 感谢各位同学送的跑车啊 虽然我开不起 但是你们送得起啊 好来双击一下啊 安装这个Xmind啊 Xmind啊 又好使了是不是 它一致致的啊 好好使的时候 你们就趁着好使 然后多说几句话啊 让我能够看到大家 Xmind啊 打开这个Xmind 这个安装啊 我这个已经安装好了 大家也可以安装一下 我对安装好了 直接运行了啊 安装好了之后呢 大家看啊 这里边呢 它是一个什么软件呢 这个软件啊 我跟大家讲 是很有用的一个软件啊 不管是你在现在的学习 还是你以后的工作里边 它都非常的好用 这个软件呢 叫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的软件啊 思维导图软件 我们也可以叫它叫脑图啊 这个软件怎么样好用呢 大家可以看看啊 来装完之后 在桌面上就有一个Xmind 这么一个 这么的一个文件的一个 这么一个文件吧 然后可以打开一下它 好 这是一个什么呢 可以 可以这个很清晰的看到啊 它就是一个 脑图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你比方说 我现在 想要看什么呢 比方说 我今天讲了什么东西啊 这个 这个第一天 是不是 我这个啊 或者说 我这个第一天 我讲了哪些内容呢 讲了这个内容 是不是 然后我们说这个 Python的 Python的这个安装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呢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这个 Python的安装 以及什么呢 以及这个环境 变量的配置 是不是 Amazing A-M-A-Z-I-N-G LUNA 你的英语平台还可以 没写错 好 Python的安装 以及环境变量的配置 这是我们的 讲的第一个内容 是不是 然后呢 讲完之后呢 我又讲了啥呢 我又讲了这个 PyCHA-M PyCharm的基本使用 看到没有 是不是这个呀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我们这个叫 这个什么 这个叫 X-Mine的 这个软件的 软件的这个安装 是不是 还有比方说 待会我还要讲什么呢 可能还要讲这个 叫 这个叫 这个Markdown Markdown这个笔记语法 DOW 这个笔记 记这个笔记 这个呢 我都会跟大家列出来 那我们在明天啊 在我们明天开始 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笔记 干什么事呢 我把我们每天 每天用的这个 讲的这个 大概的内容啊 就是大概的东西 跟大家放 写出来 就是这个 这是大纲 然后呢 大家后边干什么事呢 大家在后边来 干什么事呢 给它细化啊 可以在后边 不断的加东西 你比方说这个里边 按一下Tab键 就可以细化 比方说我这个安装 怎么样呢 怎么样 怎么样下载 来下载怎么样安装 安装完了之后呢 怎么样设置这个 设置环境变量 这都是我们可以写的 不断的在后边给它细化 明白吧 这个呢 是大家啊 每天的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呢 不需要我再来单独说了 最轻啊 各位同学 有同学一直试用 这个软件是 它可以无限试用 无限试用 破解 最好不要破解 明白吧 这个东西是别人的这个软件 我们能让我们用就可以了 它可以无限试用 大家注意听我啊 听我说 我有一个作业 有一个作业是什么呢 除了今天啊 今天没有这个作业 以后的话 每天我们讲这个知识点的时候 都有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不需要我再跟大家说了 大家的作业就是干什么事呢 写一个思维导图 总结我们当天讲的内容 用思维导图 总结我们当天讲的内容 比方说我们明天会讲这个变量 讲这个数据类型 那变量到底怎么样定义 数据类型有哪些 我会把这个 我会把这个大纲写一个 我就写一个 就写一个变量 就写一个数据类型 大家自己在后边把它给细化 细化的越多越好 越细越好啊 一直往下就可以细化 明白吧 好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基本怎么样用的 如果你想在这一层下面再来一层的话 你再按一下Tab键 Tab键 按一下Tab键 就是下一集的子主题 看到没有 一集一集 可以往下来演很多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什么呢 如果你说这个下载 跟下载同级的有一个安装 怎么样呢 它来同级一个呢 按一下回车键 这是同级的 大家看 看到没有 按回车键是同级的 按这个Tab键是下一集 Tab键是下一个下一个 好 这个基本的用法呢 跟大家提供到这啊 然后呢 大家下去的话 要每天我们讲的内容 都要来学习总结 每天都要学习总结 这是我对大家的要求 这个作业 我不会再单独布置了 大家记住啊 每天我们讲完之后 都要做的事 就是这个事啊 好 OK 这是一个啊 XMind这个软件 大家也都下载了吧 都下载了吗 如果没有下载的话呢 也很简单啊 你直接在网上下载一个 这是免费的这个商业适用的软件啊 你写一个 XMind 直接搜一下啊 就有它的这个官网啊 思维导图 XMind官方中文网站 在这下载也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可以用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一个软件啊 这个叫XMind 今天不用 对今天可以不用 对你可以这个晚点 再来下载的话 使用都行 因为我们从明天开始 才开始讲这个知识点 当我们讲到知识点的时候 每天讲完了之后 大家要自行总结 明白吧 好 这么一个概念啊 好 我把这个呢 跟大家提一下啊